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透过光圈模糊把这个背景跟主题区隔开来之后 我们的主题就变得比较明显了 那这时候我想要让这个人物呢 他的脸上的辐射更完美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美肌的效果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比较专业一点的一个美肌操作来使用 那这个比较有点复杂 所以大家如果来不及记起来的话 就是请你边看边听边做笔记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呢我们一样把这张照片呢 做一个Ctrl-J复制图层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复制的图层呢 我们的用意在于就是我要把它变成是一个遮罩 那这个遮罩是一个黑色的遮罩 那我把这个黑色的遮罩刷开之后 那我就可以看到原始的一个图片里面 下一层的一个内容 所以这个遮罩呢 我把它刷到底要刷到哪些去 当然就看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制作一个 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美肌效果的一个遮罩 那透过它再来处理下面这一个图层 来让这张原始的照片具有一个美肌的效果 好那Ctrl-J复制好图层之后呢 我们要按Ctrl-I 按好Ctrl-I之后呢 就是一个反向模式 那它就变成一个负片的一个状态 那这时候呢 在上面的混合模式里面 我们选择这里面的一个强烈光线 强烈光线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照片就出来变成这样 但是你不要害怕 我们继续然后再接着呢 在滤镜里面的其他效果里面 选择颜色快调 好颜色快调呢 这时候你可以去按照自己的需求 去做一个操作的一个状态 那请你注意到 就是这个是每个人的习惯 你往左移 它就是比较接近原始的照片 往右移就是比较接近 修饰过后的一个照片 那当然你不想要过度 你就不要太往右 那这个到底要到什么样程度 也是按照你自己的一个经验来选择 那我的经验是 我通常会看到这种 有荧光的一个部分 我就觉得差不多 可是你必须要注意到 等一下我把它当成模板 把它擦掉的时候 擦掉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 这张照片就会有具有这种 我的照片就会出现这种 黑边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你可能要调整到 你比较不想要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地方 可能我会觉得这样子 比较没有黑边的时候 就是到时候你在刷的时候 比较不会害怕 它刷出来是有一条黑影在旁边 那这个东西的样子 就是我比较符合我要 那这当然看每个人的一个要求 见仁见智 如果你今天这张效果真的是要 他们所谓的一个磨皮 就是要美积到很过的话 那你可能 你就尽量不要去刷到旁边的线 那你把它调到很右边这样子 好了之后按确定 之后再到模糊里面的高丝模糊 高丝模糊去调整你要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看到 往右边它是越清楚 所以往左边是越模糊 那我现在是要调这个肤质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我就会调到我想要的一个满意程度 好大概是这样 好了之后我就按下确定 确定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 接着呢我们按住allowed键 然后选择下面的一个遮罩 它就变成是一个黑色的一个遮罩的效果了 所以现在这张照片就是已经美肌过的完美的 很超夸张的一个美肌 它是完全是一个黑色的遮罩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张黑色的遮罩刷开 所以我现在做一个放大的效果 让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差异 然后选择笔刷 笔刷当然你可以控制你的笔刷大小 那当然越小就范围越小 越大就范围越大 所以看你的要求 那我不想太大 所以我就大概19这样慢慢刷 你可以发现我们刷过去的地方皮肤就慢慢的变好 那记住哦 眼睛的地方不要刷 因为眼睛你刷了它变模糊就不好看了 所以我在眉毛的这个地方刷 还有余蚝蚝的这个地方刷一下 还有脸上的黑字 记住头发也不要刷得太明显 因为头发刷了就不自然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人的皮肤都刷过一遍 那当然嘴巴眼睛都不要刷到 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如果你太没有控制好旁边 它就会出现这个黑边 我比较不喜欢 所以我会尽量控制到不要出现那个太多的一个黑边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刚刚已经刷出来一点点 所以我就让它有点一点点的一个效果 然后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博纹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去把它刷 所以如果你想要博纹不是很清楚的话 你当然跟刚刚的高射膜的地方可以调整到完全看不到 可是见仁见智 因为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 反而很不自然 所以他们常说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太过也不已 过了也不好 好了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透过这个黑色的遮罩 完成的一个美积效果 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一个存档的一个动作 我习惯把它做存档 再来做 如果我想要再对这个照片再去做其他的一个处理 所以就让我们先做一个存档的动作 把它变成是一张明确的一个照片 那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档案的一个额外的一个容量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你的 透过黑色的一个遮罩的一个效果完成 这种比较专业版的一个美积效果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经过刚处理的照片 再来把它做其他的一个加工 那我刚刚已经把这张照片重新叫出来了 那这样子可以避免我们右边这个图层的地方 看起来实在是非常的繁杂 那当然 有些人喜欢一直做一直做 那就看你自己了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 就是做多少先存个档 比较安心一点 那也避免这个我的电脑跑不动 那接下来我一样 先把它复制一个图层 Ctrl J Ctrl J 复制一个图层 那我现在想要做的是一个光圈照射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效果呢 位于滤镜的一个地方 滤镜里面的一个反光效果 那这个反光效果呢 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调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张照片是从右上方的光洒下来 所以我今天这个光源 我想要从右上方洒下来 所以你可以这样去调整 到底谁上谁下 然后这个光要不要大一点 这样子 我们可以从眼算上射里面的反光效果去试 那你可以发现到这个 透过这个去做这个 调整这个十字的位置 去做这个光圈的一个改变 那我习惯这个光源对准这个太阳光的一个位置 那让它的一个圈圈 我先撒在这一边 那当然我先把光圈调小一点点 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接着我再上第二层 这个可以上好多层 我这次让它新光再小一点点 然后这个东西在上面一点点 那这次就上了另外一圈在上面 那要再上第三层 很可惜它可以改变的不多 因为这样子会傻到脸上 那就傻到脸上 大概是这样子 好了之后 我们就按储存档案 那我们营造好的一张新的有反光照片 然后有点点测色照片就出来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 原本没有加上这个反光效果 我们下期待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